我爱你 好吧好吧好吧 可能来这一段时间 半年多了 半年多 这个地方的人还挺多的 在这里吃汉堡的 我也点了一个单人餐 买了一个汉堡 金米花还有可乐 一会儿吃过了 准备去那个资博不业城那里去逛 那边有个那个说媒的节目 挺好的 去看看 那边可能呢 就是说没有开封王婆那么厉害 但是呢 就是说人家这边刚开始学习了 72年的 然后72年的小姐姐呢 您是那个是 李毅对吗小姐姐 对 李毅的72年的 您姓什么 我姓孙 孙女士 孙女士72年的 就是您 您有孩子了吗孙女士 我是来看见有孩子 孩子现在是上学 还是工作了 孩子现在上学 或者是没给我 就我自己一个人 您是在张店住 还是在我们的外面的区县住 我就是当地的 我们张店的 自己在张店有小窝 对 您要求他怎么样 您要求另一半应该怎么样 您说一下 就想找个吧 就是说50岁左右的 自己做书役 或者是有退休间的 都可以 年龄在50岁左右 身高在17以上 身高17以上 年龄在50岁左右 只要 175左右 啊175左右 只要是 谁也别 那个就是 你也 他也得 自己有一定的 小的一个收入 咱们相互扶持 对吧 对 啊 不错 在外面上班 呃 自己就要了 过去 然后 还有三年退休 呃 就想找一个能退休 有退休间的 然后 自己做生意的都行 还是三倍 50岁左右 1米75左右 嗯 啊 50岁左右就行 好嘞 50岁左右 1米75左右 我们这位小姐姐 人家是72年的 人家很勇敢 站出来 寻找自己的 那个另一半 只要勇敢 站出来 寻找自己的 另一半 我相信 这辈子不会差 嗯 一定会很幸福的 为什么 有很多人 他连胆量都没有 他何谈幸福而已 啊 我们的叫张女士 是吧 我姓孙 啊 孙女士 啊 孙女士 你家就是张店 对吧 我不是当店 我叫当店的 嗯 我是当店的 好了好了 72年 72年的啊 72年的 孙女士 来我们现场 有没有 想跟人家孙女士 认识一下的 男生 啊 叫男士 啊 叫男士 72年的 72年的 来抓紧时间了 我告诉你哈 孙女士这一款 你一般很难碰到 很多年龄 稍微长一点的 她不好意思出来 对吧 她就不好意思出来 嗯 但是呢 但是呢 她还 我看下个公鞋 你不要管 孙女士 啊 孙女士你不要管 就是我告诉你哈 今天晚上我不知道来没来 我那位阿姨 啊 我我我我不要来没来 我那位阿姨 你知道那位阿姨给她哭了 我今天有人是想了解一下是吧 我来问52年龄 问什么 问什么 42岁的 42岁行吗 42岁行不行 走了 她嫌太小了 太嫩了 哈哈哈哈 啊 我我们孙女士不喜欢 要那种稍微嫩嫩的男生 我们可以55岁 也可以50岁 50岁 55左右都行 对吧 55 50岁都可以 来我们直播间 我们现场有没有想认识一下 我们的孙女士的啊 我们今天孙女士能够 人家能够上来 啥意思 你俩太小了 不行啊 也就是零零后 你俩不行啊 你俩不想努力了 是咋的 我还努力 你们俩就不想努力了吗 我俩 那个大哥 大哥 你是上前干啥 你 就是你不要蹲着 就是看一眼是吧 看你上来吧 上 好好好 不好意思大哥 就是我们50岁左右的先生 都可以 我们孙女士 人家就想找一个 聊得来的朋友 聊得来的朋友 孙女士 干干 你绝对家里面很干净 对吧 我是一个爱干净的人 对吧 一看这个穿着打扮就看出来了 对对对 爱干净的人 来我们有没有想认识一下我们孙女士的 我们孙女士有没有想来认识一下的 可以来前面咱们来认识一下了 来我们现场 我们可说了三二一了 来孙女士 你叫孙什么权明 我就孙 如果有人不好意思上台 上那个地方拿你的资料球 好不好孙女士 做生意的 或者是已经退休的都可以 奇功 不是来开玩笑的 我是认真的 我一定为您找到您的另一半 好不好 谢谢 哎呀 太感谢了 好吧孙女士 让你每天工作之外 能够有一个人谈谈心 说说话好不好 没事 好嘞 好孙女士 慢点孙女士 好 慢点 慢点 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一直在看你 因为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兄弟 太为你